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我是金庭 哈囉,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家早安,我是Leo 好,Leo你還記不記得我說我上週五被恐嚇了 是,沒錯 我被偉大的美國總統川普恐嚇說美股會崩盤 但是你看美股再創歷史新高,他在開我玩笑吧 沒錯,因為這個川普總統他是講說如果他被彈劾的話 但是現階段看起來彈劾程序還要經過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以上才有機會 所以美國股市現階段還是反映企業財報跟獲利 還有整個整體經濟的表現是非常非常強勁的 所以美國昨天禮拜五的部分 那個標普500跟納斯達克科技類股 雙雙再度創下一個歷史的新高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本週一個重點 好,你看我們之前有提過從羅數2000開始 就是2000支的小型股票開始創歷史新高 緊接著由科技類股跟這個標普500 我們看到這個圖面上是標普500跟科技類股最近五年來的一個表現 那你看這科技類股,納斯達克漲121% 那標普500也漲76% 有沒有發現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哦,納斯達克漲得非常好 我們知道美國的科技股真的表現很不錯 那既然美國科技股 它也率先創下歷史的新高 歷史新高哦 那台北股市它是以什麼樣子的成分股為大宗呢? 科技股 當然是科技股嘛 所以我們台北股市既然也是科技股為主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要晃來晃去呢? 對啊,你看人家美國都長成這樣 我們也應該要上去 我們要爭氣一點嘛 好,那我們看一下 美國在禮拜五這個誰? 這個大叔是誰? 鮑威爾 鮑威爾 他也很清楚的強調說 這個美國的經濟 它是持續的一個強勁復甦 那通膨看起來還是維持在2%以下 不會有一個過熱的跡象 那美國整體的勞動市場 就業市場還是非常強勁的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這個線圖的部分 這張圖面上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失業率 美股的失業率 它是一路往下滑 上個月是3.9% 那已經接近歷史的低檔 在上個月是3.8% 所以看起來美國的就業市場 勞動市場是非常非常強勁的 為什麼說呢? 就是一個大家該要有工作就要去上班的那種概念 沒錯,他已經接近一個充分就業的一個狀態 就是所有的人想工作的 那幾乎都已經有工作了 我們撇除不工作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標普500指數 它當然是一路往上漲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觀察重點 如果美國股市要出現一個反轉大跌 那你們也會看到一個跡象 就是失業率 就業市場開始出現反轉 失業率慢慢的提升 這時候才是趨勢的轉變 雖然說這個指標 它是落後指標比較慢 但是一旦它反轉 那就告訴我們一個訊號 很明確訊號 就是這個市場可能會有一個反轉跡象 但是這個指標是一個月會固定公佈一次 好,那我們看一下 目前市場上我們看到有幾隻比較胖的天鵝 而且是黑色的黑天鵝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黑天鵝對市場有很影響嗎 你看這個脆弱三國 哪三國 土耳其阿根廷跟委內瑞拉 沒錯嘛 這三個國家看起來就是貨幣有貶值的危機 甚至一度市場還傳言要蔓延到巴西 還有這個南非幣的部分 可是實際上市場的風險 還是集中在這個單一國家上 它沒有把整個新興市場全部都擴散開來 沒有上升到新興市場 對,沒錯 它還是一個單一國家的一個風險 那美中貿易大戰的部分看起來 雖然說邊談邊打 那上週四 8月23號的這160億美元 25%高的關稅 還是如期生效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對於美國股市的創新高也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你看它生效歸生效 我們創新高歸創新高 可是你看中國股市有沒有受到影響 中國股市是一路跌 你看今年年初以來中國股市跌了20% 但是美國股市 你看從這個小型股羅素2000 到這個標普500跟納斯達克都創下歷史的新高 照這樣來看習大應該要比較緊張才對 沒錯,習大大他是比較就是 就是愛悶棍是往下滴的 因為美股就沒有什麼感覺 美股還是持續創新高 那這個川普他其實目前也不需要擔心這個被彈劾問題 那最快也要等到其中選舉 只要其中選舉能贏 他也不需要做一個太擔心的動作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但不過他好像又有一點問題了 他又有新招 他突然就想說我們想到一個新的方法來打擊中國的一個貿易 每年都有新招 對,他的新招真的超多人 然後他突然想到說這個從中國從國外寄到美國的貨運包裹 小包裹多小?4.4磅一下 這1磅多少?4.4磅約當多少? 大概2公斤左右 2公斤以下 在這2公斤以下這個小型包裹 尤其是國際包裹 他的運費比美國國內包裹戶寄來的更便宜 便宜27% 那你想這樣是不是不太合理 是沒錯,不合理 因為國際包裹怎麼會比美國國內更便宜呢? 重點是他便宜的程度 是比這個貨運公司的貨運成本來的更低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有一個聯合國的游資協議嘛 那好,川普就想說 好,那你既然這個地方不合理嘛 所以他想把它取消掉 所以這樣子藉此打擊像這個阿里巴巴 因為像很多人不是會到這個中國的什麼網站? 淘寶上面買衣服 對嘛,衣服我怎麼買都買不到2公斤啊 那你看,假設我昨天買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假設是一個價值比較低的 比如說一對便宜的耳環 或者是一個什麼小的戒指嘛 那便宜的,比如說價值100塊好了 那這運費可能就佔了50塊 60塊,就不買了嘛 對,他可能想藉機做一個打擊的動作 來,我們看一下台北股市的部分 那你看人家在創新高,我們在幹嘛? 我們現在是還在這個上升趨勢線的下緣嘛 那現在要挑戰季線跟半年線 這禮拜最重要的挑戰季線跟半年線 可是他量能是這樣? 還是持續萎縮 持續萎縮嘛 我們說了好久量真的很重要 對,成交量真的很重要 你這個地方要攻克季線半年線 你一定要出大量 這個火要燒得旺才攻得過去嘛 來,我們直接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攻季線半年線嘛 去年的12月25號 當時也是同樣的狀況 那他在季線半年線之下 那當他量縮到816億的時候 他就是準備要攻季線半年線的時候 他就量縮 結果量縮拉回 那後面量續增上來之後有沒有 是他的紅黑棒 後面紅黑棒連續兩根 他攻克季線跟半年線 那後面量持續放出來 所以台北股市如果仿造去年的12月 這一個波段 直攻11270的大波段行情 那後面成交量就要很重要 對,一定要放大 而且他的股價要站上季線半年線之上 才會有後面這一段 對,那現在看起來其實是有機會的 因為美國股市已經往上走了 他已經率先往上走了 那我們看一下 重點是 禮拜五 我發現到一個特別的現象 禮拜五盤中一度大跌 接近百點 但是收盤跌53點 在這個大跌過程當中 有一個族群 閃亮的族群 大家的最愛 對,最熱門的族群就是我們的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 他的國具華新科 尤其是華新科大漲接近7% 所以這個地方就很特別 值得大家在這個禮拜特別留意這個族群 對,因為他跌深了 反彈 但他跌深了 你看細菌源 像一些其他熱門的個股 上禮拜五盤大跌的時候 他都還在跌 但是被動元件 他竟然沒有 還往上做一個推升 對,所以這個地方 個股表現差異就很大 所以短線進出的投資朋友 你的操作速度要快 對,該跑就趕快跑 沒錯 那我們提供一些標的 就是這禮拜有機會 可以值得留意的標的 那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以上 好,謝謝Leo 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Leo的Lineator 財經及時通 下一次見 拜拜